我们使用Photoshop的时候呢 一定一定要学会的东西就是Pen2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社IT Studio 我是Trace 我是Jason 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一下 怎样用Photoshop的Pen2 Pen2 嗯对 如果是一开始呢 我们使用Photoshop的时候呢 一定一定要学会的东西就是Pen2 因为它可以做很多东西 它不只是拿来画画的那种钢笔 不是 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 那么简单 打开我们的Photoshop 里面你要去找Pen2 Pen2在哪里呢 就在这里 OK 你去打开它 一个钢笔的形状 对 有一个钢笔的形状 我们紧着的话 它会叫Pen2 它也会有一个小小的tutorial 跟你讲大概讲用的 可是它没有讲到很仔细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学习 OK 然后我会教Jason 这样去用Pen2 所以Jason会当作一个学生这样来学习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Jason要怎样用 我会教Jason要怎样用 首先我们一开始学呢 我们最容易的就是从Alphabet开始来做练习 嗯嗯 所以我们这边有A和S OK 为什么要这两个呢 因为第一个A它是直线 大多数都是直线 所以是最基本的 你可以去学习的 然后S呢 它有很多弯曲的那种线条 很像女生这样子很美的Pen2 S 这样的线条 对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两个开始学习 不管呢 你们在Photoshop要Crop什么东西的话呢 把它放进来我们的Photoshop里面了叻 你要先把这个东西的那个透明度 让它降低一点 这样子才能够比较容易的去看到你的线条 所以 什么透明度 嗯 我们就来教一下这个 像你Select 这一个 呃 你按V OK OK 你这个你就会 你按V你就会变成Selection Tool了 然后你就选你的这个字 嗯嗯 OK 你看 呃 它的旁边这边呢 Layer这边呢 有灰灰色这样子呢 就是代表你已经Select了 嗯 OK 然后这边 它的上面一点有一个Opacity 嗯 这边是100% 你就把它拉到50或者是之类的 总值低一点 嗯 OK 就可以了 哦 然后你就选回你的Pen Tool Pen Tool要怎样选呢 你可以在旁边这边直接按 嗯 或者是你直接按P也是可以啦 哦 OK 就按 然后你就开始可以去呃 呃 描这个字体出来 那怎样描呢 呃 Pen Tool 其实是用一个点 跟一个线组成的 它先用 它先点 然后就会变成线 现在接另外一个点 它就能够成为形状这样子 哦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开始第一个点咯 你就随便在一个角 嗯 最好是从角开始 哦 它一定会ventage啦 对 然后你就接下去另外一个角咯 另外一个角 不需要中间 不需要 嗯 这样子它就有一个线这样子 然后就再接另外一个角这样子 哦 一直接接完啊 对 如果走位呢 走到这边呢 呃 现在刚开始 你不用紧 你就先 就这样子接 对 如果你接不好的话 我再告诉你 这样 对 对 哦 有点没 OK 现在呢 它的整体的那个形状大概就有了啦 嗯 可是就有一些地方是跑位置的 那不用紧 你可以再做调整 你要怎样调呢 你就是要换你的selection tool 哦 你要换成可以调整的那个工具 那个工具呢 你要按A A啊 对 这个这个图呢 就是另外一种selection tool 对 它就是可以呢 让你去选择那个点 所以你就去adjust那种 你觉得歪一点 那你在远远你这样子看 你会觉得很像很难看 这样子 你想要放大一点 会比较容易看 所以呢 你就用 alternate zoom in 或者是我们的电脑 是可以直接拉大啦 就两个手这样拉 对 如果你没有办法拉大的话 你就按着你的keyboard上面的alternate 然后你的mouse 这样子滑滑滑 就是zoom in的意思 然后你就再去 你才调这个 这个点 然后你就按一下 拉这些拉 因为它全部 它会跟着 等一下 你要 这一边你要回去 刚刚那个工具那边 你right click它 啊 你要选第二个 Direct 对 点了哦 它就全部限了 它现在是限嘛 因为你没有去select它 这样你要去按它 按它 对它就变回来点了 所以你就按 然后拉 对 按住拉就可以了 你就调回去那一个点 对 然后很像下面那边也是有一些 你就跟着 也是按 然后拉 按了才来拉 按了才拉 对 这个也是这样 对 OK 这样子就有了 然后反正这里还有一点点 哇好完美 对 这个 对 这样 以后如果你有 你们有logo啊 你们放了进来 你们就是要用这个Pen 2 去瞄那个边 可是这一次我们只是学习 在Photoshop里面 去怎样用这个Pen 2 如果真正来讲 你要去瞄logo的话呢 是要在AI 去用比较好 所以现在你 画这个S 啊 这个S要讲话 也是一样用为Pen 2 就用为Pen 2 按P 然后点这个 你现在看得很 很远啊 你一定会 选错这样子 你要重硬一点 对 让自己的眼睛舒服一点 OK 然后靠近一点来看 嗯 就到下一个点 啊 它就是直线嘛 这样就是错啦 你Ctrl Z Ctrl 回到上一步 OK OK 它要怎样去 转那个Shape 给它圆一点 呢 就是 你 当你按下一个点的时候 你要按住 你不要放线 哦 不错啊 啊 这样子 不是 呃 你要 你 不用紧 我们重新来过 我们删除 嗯 你先 啊 回去那个点 OK 点一个点 然后到下一个点那边 按住 按一下 然后按着 然后拉 然后拉 啊 它就有一个这样子的Shape 出来 你就对着 对回去那个线哦 你就看它的样子是怎样的 你就 对不准 应该要拉下一点哦 嗯 你就 不用紧 你放手也是可以的 OK 你有了这个Shape 然后你 你觉得 它错了吗 不用紧 你就看这个旁边 这个白色的点 对 白色的点 啊 你就按它 而不是 Ctrl D 回去 OK 现在你这样子 按是按不到的 嗯 OK 你要 你要换回刚刚 我们用的那个 你来做调整的 那个工具 就是A咯 刚刚那个A OK 然后就是你会变 你会看回你的滑鼠 它会变回白色 这样才是对的 你一定要确保它是白色 然后你就可以去选择那个白色的点 嗯 把它做调整哦 它白色的有上下哦 嗯 你不要用紧的 你只是看那个线就可以了 哦 再往下一点 可以这样拉 嗯 对对啊 对了 如果 哦 我刚才一直以为 这边 这边 其实可以拉下去 对 然后这样子 哇 这样就很完美了 这样就很完美了 然后你要怎样再继续下一个点 再按回皮哦 嗯 对 然后就继续 就一直这样点哦 嗯 点 然后拉 然后再按 不要放手 这样子 呃 你刚刚放手了 哦 放手就不能 嗯 就 按住 拉 对 然后你可以再拉回上去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直接转 转上去你的手往上 往上 啊 对了 对了 这个不是碗 下回来一点 啊 靠近一点点 OK 大概是这样子 你不要 然后就放了 然后可能你用 按回A 来去adjust它 哦 当你熟悉了之后呢 你就会比较 啊 容易去adjust那个位置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要多练习的 嗯 它的大概的用法就是这样 今天呢 就学习到这里啦 嗯 我希望大家可以 呃 了解更多更多关于Photoshop的功能 这样子 OK好 所以大家要记得 按赞 订阅 还有分享 还有打开你们的小铃铛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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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